发生的烂捕卖鱼苗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情披露之后 引起了有关故意 最近几年 国家的渔业部门 也加大了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 在夏天实行休息政策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前不久江苏的沿海 仍然发生了类似的烂捕烂捞现象 96年下半年 江苏省延城市涉阳县的海浙 头一年获得大丰收 许多渔民发了财 今年一过六月 当地的几个渔港 就打破了昔日的宁静 成千上万条船涌到这里 他们都是来捕捞海浙的 你们现在弄这个网 是打算出海吗 打出海呀 是不是时候 明天 都捕捞多少斤海浙 是不是一万多斤水泡的 一天能捕一万多斤 捕捞来多少斤海浙 现在的人民败 长得34万吧 所有的商汽车 捕捞海浙的船只 大概一万两个左右 从今年的海浙的发生情况来看 我们估计最多只那6000条船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捕捞的力量 超过了一倍 现在这个捕捞力量是相当大 这个对海浙资源 这个亏于烂捕 对海浙资源 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按规律 六七月份是海浙生长 最旺盛的时期 从三毫克的幼体 长到十公斤以上的成体 只需要三个月 一般八九月份 是捕捞的最佳时节 而今年刚到七月 众多船家便迫不及待地下海了 下海了 下海了 出来了 出来了 要连世界吧 不必找到十五岁 你要是你去天破了 这个有没有 都破出来 没有了 像我们这一步的城外 这个海浙这么大一点 这么大一点 如果装这么大一点 这个海浙也被打算没了 这个海浙上来呢 进中山出的人家 这个是恶 由于众多船只的提前捕捞 使海浙的质量大打折扣 据收购部门统计 于去年同等数量的情况下 今年可供出口的海浙 还不到去年的一半 甚至还出现了海浙头的价格 高于海浙皮的怪现象 这是海浙头 海浙头 对的 你这海浙头的价格是多少 海浙头的现在的行情 是十一块钱一斤 海浙头贵呢 还是海浙皮贵呢 海浙头比皮贵 今年就是实际的补 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成品的时候 就该捕捞它们 今年提前捕捞的海浙 个头小 分量轻 质量差 这影响了海浙皮的价格 于众部门估计 如果今年开捕时间推迟一个月 产值可以增加一个亿 提前捕捞和无度捕捞 不仅对资源造成严重浪费 更会给海浙资源的今后利用 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这个大规模的捕捞 必然会对海浙的生长反折 对海浙的利用 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像今年大规模的捕捞以后 明年很可能 海浙将不会有今年这么大 也不会有今年这么好的效应 渔民们今年虽然从捕捞海浙中 捞到了不少实惠 但是对这么多的船只 对海浙进行狂捕乱捞 它们也是忧心忡忡 担心这样下去 会断了今后的生路 我们这个地方呢 从来海浙以后呢 去西方上的渔路 一后我上 全部都在西方里 你最近一路 海浙能去到渔路 从一个无可大一点 就开始捕 狂捕乱捞捞 明天就被定封锁了 这样的狗下去 我们将来的船 就是胡适为疯吧 都知道应该是什么时候 捕捞海浙比较合适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都是知道的 那今天为什么好多这个船 提前就开始捕这个海浙呢 因为它产量度是好 只会比多 它们都是搞得就赚钱嘛 早一点生产早一点有钱 这个抓土豆 它捕我们就捕啊 都抓起啊 都动的 鞋子不能捕啊 捕到马上就过了 等它长大的 那您看见那些小海浙被捞上来 你想想什么 但是说归说 做归做 对海浙的捕捞 还是有增无减 其实当地的每一位渔民 对海洋的慷慨和无情 是有过深刻体会的 五年前 鳗鱼苗曾是他们的 主要捕捞品种和收入来源 许多渔民靠捕鳗鱼发了财 但也由于无度捕捞 以至于如今的渔民们说 捕条鳗鱼如同大海捞针 卖苗一来一勺 今年我们搞了 否则说要去种了 这种苗 这就没有了 那当时你们这儿 鳗鱼多的时候 也有这么多船 在这儿捞鳗鱼是吧 有啊 也有 那现在鳗鱼捞没了 你又开始捞海浙 捞海浙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那如果海浙再捞没了 你们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是 像讲难的去说吧 就是雨下的这个 整个制约都没有了 就是靠海浙 没得靠个海浙 靠一个这个麦苗 麦苗现在没有了 就靠个海浙 那如果海浙再没有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俗话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这原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为满足一时之需 节责而鱼 一网打尽 这势必等于自断生路 甚至连子孙饭也吃掉了 这也是法制管理 日益完备的今天 所不能允许的 那么渔政部门 对此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当地你们这个渔业战 要是抓到你们提前 捕捞海浙的话 有没有什么处罚措施 这个没有相机 没有相机 没有相机 始终都要捕 什么时间捕都可以 什么时间捕都可以 没有时间 当地有没有谁 来管这些事呢 按国家渔业管理的 有关规定 渔船必须首先 申办捕捞证方可出海 我们了解到 这里大多数渔船 都是有捕捞证的 咱办捕捞证了吗 办捕捞的 办好了 540块 办捕捞证 171 12 这是你收费单是吗 对 你们这儿的渔民 都有这样的捕捞证吗 都有 对于那些 没有办捕捞证的船只 当地采取的办法是发款 按渔业管理法规和江苏省的有关规定 外省船只不得任意跨海捕捞 可这位河北来的船主 却在当地办到了捕捞证 我们有这样的渔民 有他们的船证 搁的办了手续 你办了一个捕捞证的话 多少钱 三千多块钱 那他当时有没有问你 这个船是哪儿的 知道 知道你是外地的船 知道是外地的船 那是不是所有的船 办这个捕捞证都给办呢 那不 有点同的关系 这位山东来的船主 虽然没有办到捕捞证 但他也能出海捕捞 资源赔偿费 一千五 这谁跟你说的呢 这是一个 他们跟你说 发了这个钱以后 就等于捕捞证 他们知道你是外地的船吗 知道 今年通过各种渠道 在设阳县黄沙港和新阳港 两个主要港口 从事海浙捕捞的外地船只 就超过了三千条 来自全国六个省市 这更加重了当地海浙资源的 捕捞强度 观众朋友 我现在是在江苏省 延城市设阳县的黄沙港 那么刚才我们从画面上看到了 前面那个水湾里呢 有成千上万艘船 等在那里去捕捞海浙 同时呢 在我身后的这条街上 有大大小小的商店 都在卖这样的 腌制海浙的这个塑料桶 但是让我们把镜头 转到这边来 可以看到这边呢 就是黄沙港的渔政管理柱 这一切的事情 可以说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你们对这些渔船怎么管理呢 你说对外干的存在主要是发砍 发款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也不是有效的 但禁止不住 主要是禁止不住 如果提前捕捞的话 你们抓到怎么处理 这个抓到就发砍 带着这位站长的无奈 我们来到他所说的 省里主管部门 江苏省水产区 我们觉得嘛 今年海灾苏省的情况 智能部门来讲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预计不住 我们这个措施持核了 措施持核了 明年我们要制定出开股器 什么时候才能开股 而且要发太许证 多少船能到这个地方来 限制船证数量 要做一定的限制 这样子才能保证口子区生产 现在的渔政部门的困难 我们经费比较紧张 遗政人员还是自身自治 因为是个执法部门 应该是公安的公务员编制 现在还是自身自治 自收自治就要导致一个 他们希望增加经济收入的问题 对 那就是用违法的 来养活吃饭 主观上受局部利益的驱动 客观上我们在法规 不是很完善 我们遗政的管理力度 和管理手段还比较薄弱 根本解决资源衰退的这个状况 还是要靠控制海洋捕捞强度 要控制一定的数量 那么同时还要实行一定的休育制度 延长休育的时间 跨大休育的区域 对一些严重破坏一夜资源的 一些违法捕捞进行重点打击 保护一夜资源不能光讲大道理 因为就连那些下海的渔民也懂得 这样搞下去的话 有一天会断了他们自己的生计 所以明白道理并不能使得 烂捕烂捞的现象稍稍有所缓和 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加强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恰恰是当地的一些 与政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 他们热衷于罚款收钱 而对于保护一夜资源 这样一个根本的目的和应届的职责 反而忽略了 这里面当然有管理者 自身素质上的问题 也有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毛病 加上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的滞后 使得一些执法者在工作中感到左右为难 这样一些问题